苏东坡在海南岛的故事 杀牛计鬼与用牛耕田 八九百年前 丹州地区是个账务演习的鬼门关 那时候明明百姓住的是茅房寥舍 吃的是雌菜薯肉 饮的是减贪腐水 加之常年阴雨连年 因而恶极流行 百姓一旦得病无衣无药 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这一代不但人烟稀少 就连牲畜也不多见 有一天苏东坡去访好友李子云 由于一路上紧急重生 他便赶着一头牛 让牛在前面开路 回来时他饮酒半醉 跌跌撞撞 边走边淫荡 半醒半醉问朱里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屎迷归路 家在牛南西归西 忽然间到旁村口 黄牛哀鸣 悲好惨绝正耳裂心 东坡赶忙上前一看 只见一群屠夫正在举刀杀牛 主家为何杀牛啊 东坡问 先生没法子 家中有人劣迹大作 为了求之救命 要杀牛计鬼 杀牛就能驱魔除病吗 东坡又问 主家先是左顾右盼 然后用惊恐不安的神情回答说 这是老规矩了 巫师说 百姓有病 只能杀牛设计 求救于神领 否则就会天助地灭 人畜尽往 可怜啊 杀牛烧肉 怎么能求福啊 东坡听了主家的话 摇头看一探 这些从雷州大陆高价买来的黄牛 由于海陆风高浪险 饥渴交工 一路上已死伤无数 抵达丹地后 本有所剩无几 却仍得不到护养使用 反遭惨杀寄鬼 真是目不忍睹 东坡联想起当年离家附近 求起功名时 怒金长江三峡 在黄陵庙前见到的那种 山下根牛苦挑剧 两脚磨牙四体狮 清除半树藏苦鸡 仰看黄牛安可吉的情景 不仅同情万分 不久人们用惊奇的眼光看到 东坡父子竟用黄牛耕起田 霸起地来 不但效率高 而且十分省力 这样黄牛用于耕田 还其职用 这在丹州地区 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啊 匿民百姓从杀牛计鬼 转而视牛为宝 用牛耕做了 后人为了祭连 便在在九堂侧建起了一座庙堂 并用十块黄土在堂中 雷起一头黄牛 命名春牛 每逢开春时节 人们便到这春牛庙来 涉酒百肉 赞扬苏东坡帮助他们 用牛耕做的事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